要开枪 谁制止的 头戴安全帽身形瘦弱 脚踩拖鞋的男子 被台南警方带回侦办 疑似是台南市区与会理事长 林世杰枪击案的嫌疑人 就在几小时前 他在高雄的住处 被警方上门攻坚 这栋透天明宅铁门 明显有撬开痕迹 12号下午连续四五辆 针防车进入社区 搜索近一小时后才离开 台南警方出动三十多人 到高雄人武埋伏攻坚 就是这位左小腿有刺青 被压制在地的口罩男 二十七岁张姓男子 有恐吓毒品及伤害前科 在晚间八点十八分 押解回台南 攻坚进去 让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直接把他给压制在地 今天的现场只有他一个人 就是他的其中一个住所 林世杰枪击案嫌犯逃亡过程 不断制造断碟 有三辆逃逸车辆 其中第二部车发现一枚口罩 比对出疑似是二十七岁张姓口罩男 其实汽车地点距离他的长生处 大约只相差十五公里 不过和枪手究竟有没有关联 或是还有共犯 明确的生物机证 是留在这个犯案的其中一台车上 所以我们当然要深入的去了解他的角色 我们会做很多方面的假设 然后也不排除 会不会有其他的相关共犯 只是口罩男和枪手比对特征 身形有些不符 恐怕另有其人 如今警察局长即将退休 就看谁接棒 得想办法侦破林世杰遭枪杀命案